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妳怎麼了嗎 好 夏天 要生了是不是 還沒啦 破了水了 孕婦怕熱 怕熱 對 夏天要來了 多恐怖啊 怎麼可能 我們一春夏秋冬 最期待的就是夏天 夏天處處都是好風光對不對 你確定嗎 你會在路上走嗎 太陽這麼大 隨便走一走 到時候又起紅疹子 又起那個什麼斑點 又曬傷 我知道了 妳是怕流汗對不對 妳是怕洗澡對不對 因為妳一生只洗三次 是不是 有用再洗是不是 對 沒用都不洗 現在都沒洗 怎樣 開心了嗎 所以今天我們要聊啦 夏日炎炎 人家說正好眠嗎 沒有 當然要出去走一走囉 所以今天呢 請到了 夏天就是她的主舞台 走到哪裡都閃閃發光 我們三位女人團代表 歡迎三位 謝謝 當然平常就不喜歡穿衣服 夏天更是要脫光 我們聯合國型男歡迎 謝謝 謝謝 夏天的來臨就是出門約會 快樂踏青的節奏 但女人從打扮、防曬、脫妝 樣樣都很煩惱 今天各國型男遇到什麼狀況 會讓他們夏天出門約會 變成是折磨呢 歡迎收看今天的二分之一牆 杜麗四位 應該其他都不太穿衣服吧 杜麗是裡面最常脫光的人 他是脫下半身 對 也會脫衣服啊 對 一定要 發比歐啦 發比歐一年四季都沒有穿衣服 他沒關係 太好了 現在很舒服 太好了 那凱傑的臉書就只有一條內褲而已 對 這是他一年四季的打扮 夏天到了出門會擔心嗎 有 像我們夏天到了 不是會穿比較清涼的衣服嗎 這時候我們都會選擇一些 比較不會外露的內衣 因為穿得很清涼 你穿一個內衣露在外面很難看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會選擇 就是穿新衣服 你根本就不用穿內衣吧 要穿啦 不好買是真的啦 不是 因為這裡是台灣 不像就是國外不穿 所以你出國就不穿了 就 會解放啦 一般女生都是這樣子嘛 對啊 對啊 你出國你不穿不會有人側目 可是你在台灣大家大概又那麼近 誰會這樣看啊 我會 我會 說我會的 沒有 杜莉在國外 在美國女生沒有穿內衣 你不會還是會多看兩眼吧 那個其實在美國什麼都沒有不好看 都是不好看 我跟妳說 我想說完蛋了 不會我紐莉掉了吧 果然我立刻殺到廁所 因為我就怕它已經掉了 它已經在我的腹部這裡 對啊 因為你流汗根本黏不住啊 黏不住啊 對 然後反正後來我就想說怎麼辦 是要烘乾嗎 還是怎麼樣 沒辦法 那真的沒辦法 除非你洗澡 然後把身體的油脂擦乾 為什麼會流汗流成這個樣子 妳有多汗症嗎 不是 不是 太熱了 妳有沒有黏過紐莉 紐莉它就是只要一有水 它就不會黏了 對 它就會喝了 高山峰 脂肪多的地方就容易流汗 沒錯 偏偏它都是脂肪 而且不好意思 剛剛有一個人問說 問高山峰說 妳有沒有黏過紐莉嗎 對啊 因為男生 已經都不知道女生的痛苦了 可是男生還是可以黏 他沒有脂肪啊 那邊 可是就 你知道女生他只要一黏上去 只要一有一點點的汗 尤其是水口那邊 它就會滑下來 我也有一次是 妳是談戀愛對不對 我是在錄影之前 好險是錄影之前 我穿上下兩截平口式 下面是裙子 結果我經紀人就過來說 妳褲頭是不是黑黑的 妳是安全褲跑上來嗎 還是怎麼樣 我就說沒有啊 我就一低頭去看啊 是紐莉 整個黑色紐莉 掉到腹部這邊 它就差沒有 噹噹 掉在地上 滑杯那樣子 好險沒有 就兩個型杯 就差這樣子 結果我講說 怎麼辦 因為現在 妳除非去洗澡 不然的話 妳就是要把紐莉 去洗 洗完之後用布擦乾 還要風乾 不能用太濕的水去擦乾 我就沒辦法等 我想說怎麼辦 都要上去了 我就去拿那個 膚色透明膠帶 怎麼樣 貼上去嗎 當胸貼 好痛喔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生孩子 所以也沒有什麼 基本要遮的必要 對 那時候胸部還沒有很近 就大概只有頭而已 所以我就 就只用了膚色膠帶來稍微黏一下 不要讓它吐起來就好 可是我覺得 因為妳還好有膚色膠帶 可是我人在戶外 我跟男生在約會 大自然啊 不是 我要去哪裡找膚色膠帶 怎麼辦 對啊 所以我從頭 對 我從頭到尾 我都是一直捧著 一直捧胸 我就差腰 夏天出去的時候 我覺得發生過一件 讓我匪夷所思的事情 那個時候我跟大家去帶孩子 我們去東北角玩 東北角有一個地方呢 我現在有點忘了地名 它是你把車子停好 可能在半山腰的地方 然後呢 你人走上去 走到一個平台處 你就可以看見整個海岸線 跟大海的景色 可是呢 可是 是老婆跟小孩還坐在車子裡面 然後你把手煞車放掉 因為昨天 最好啦 怎麼可能 這是鬼故事嗎 妳是有多焉惡家庭這個東西啊 沒有 昨天有簽一張保單嗎 一停老車就只有我們三個人 欸 好像是 兇殺案 沒有 然後呢 好啦 接下來呢 我太太突然跟我說 等一下 妳先帶恩恩往上走 然後呢 我去買個東西 我就回來 過了大概半個小時 我太太才從山腰處這樣 慢慢走上來 我就說跑去哪裡 你在幹嘛 她說 我買到一把傘 我說你買傘要做什麼 她說有太陽要遮傘 我說那就隨便買就好 她說那個店裡面有好多種傘 最後我挑了一把 它們裡面最貴的 不怕摺 不怕凹 不怕摔什麼的 反正就是那種 我不懂為什麼 不怕摺不怕 我那個時候 要是最貴的 我那個時候 她只有買的是一頂傘帽 這樣可以嗎 這實在好笑了吧 國慶日還可以用 可是那時候我很氣 因為我說我們車上就有傘 為什麼我們到了風景區 我們要玩 妳還跑去千挑萬選 車上的傘是雨傘 沒有抗UV 對 最貴的傘 不好意思 你們都誤會了 她老婆做什麼事情她都申請 不是 跟傘沒有關係 跟傘沒有關係 不是妳老婆吧 這是就是跟女生出去玩 夏天的時候 我遇到一個比較嚇的事情 可能女生都要防曬 沒有啊 韓國的女生防曬嗎 會 我非常同意這位先生的那個 這位先生 幹嘛禮貌 他很陌生嗎 沒有 我們是同個律師事務所的課 OK 我覺得女生很奇怪 就是女生不管就是下雨還是什麼 還是要帶雨傘 跟 那還不是一樣 還不是這位先生 好好講故事就好了 對 好好講妳的故事 來來 教訓我跟妳說 妳還要叫她風哥 風哥 對 跟風哥一樣 跟風哥一樣 對 那妳的故事裡 不要再出現他囉 我知道 先生也不要出現 對 你會不會帶來講說 跟這位風哥先生一樣 我跟女朋友出去的話 她每次讓我帶那個雨傘 不是自己帶 是讓我帶 每次都要讓我記得帶 到底為什麼 我也不是太的禁忌 然後掉了又在怪妳 對不對 又要怪我 如果我一旦忘記了 以後她就開始抱怨我 為什麼我這麼變黑了 我這麼變黑了 變黑人了 怎麼樣 對 你問他 不是 問這位先生 問這位先生 不是 我會 我先問這位先生 問他好不好 不要打斷他的故事 剛才又沒有說黑人先生 妳在那邊 她說的是黑人 她是一個飯址 變黑 又不是說黑人 這邊有一位黑人杜先生 如果出門 太陽太大 你們真的都會帶傘嗎 難怪他皮膚板 因為現在也不是說會曬黑 現在會就是會曬傷 因為現在那個 太陽很大 還有怕皮膚會生了 對啊 而且你們男生當然會喜歡 就是自己另外一半 就是白白 然後乾乾淨淨 你們喜歡 還好 還好 其實我們都不喜歡這種 都一直很好 喜歡健康膚色的請舉圈 不是的請舉X 健康膚色 健康膚色是圈是不是 對 對啊 法皮又喜歡健康膚色 我覺得健康膚色也是OK 是說 你覺得你所有的防曬都白搭了 我現在買一盞都折爛 我跟妳講 要防曬因為是因為你不防曬 你原本就和自己的膚色 有色階 有落差 這樣也很醜吧 因為像說我之前是交一個女朋友 因為她是從南部 來台北的一個小孩嘛 所以她皮膚本身就比較黑 可是她就是又是要那種 她一直都想要擺 可是又擺不了嘛 然後夏天要來 就開始變熱 然後她就跟我說 因為她很怕曬太陽嘛 所以現在 太陽比較小的時候 因為太陽要下來那時候 就比較好吧 那我就覺得 她也可以早到六點啊 對啊 可是就是說因為 沒有太陽的時候 最早啊 最早就三點半嘛 避開中午 或四點這樣子 那就是有一天 我們要去林口找一個朋友 那因為她 她是就是這種 下午晚上有事 所以我們就必須中午去找她 那因為是林口是比較遠嘛 所以她就是說她要開車 她要開出去 她要載我們去那邊 我一上車我就看到她那邊 然後她穿著那種 紡織外線的外套 然後手臂的那種套 手套是不是 對 手套 全部都是手套 然後這個帽子 然後口罩 那楊樂多在戴的那種帽子 楊樂多姐姐 就是那種 然後我就 欸 這會不會太誇張 她就是說 因為車上嘛 有玻璃 所以那個胖子外線就更強 但是我覺得 你們要帶雨傘是OK 你要放那個防曬油 也可以接受 這個不是問題 因為我很了解 台灣女生就是比較喜歡 比較不喜歡曬黑 這個我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你比較 你不喜歡曬太陽 那你幹嘛要去墾丁呢 看水泳男 對 你幹嘛要去海邊 這個是我不瞭解 可是不要一直保驗 對 你一直保驗 一直要去那邊 我們去墾丁 你會說 太陽好大 那我們是來墾丁碗 你到底要怎樣 下雨天嗎 就一直下雨 然後我來海邊玩 記憶什麼 對 海邊好痛 努力學生不要生氣 我現在終於發現 我覺得傘帽 的發明是真的有用 對啊 就是傘帽戴在這裡 然後一個傘 反正它也下不到太陽 下雨也不用怕 女生也不用自己撐 好 這個我都可以接受 你要自己戴一個余山 可以 你要自己擦一些防曬油 也可以 但是幹嘛 逼你用防曬 對 為什麼要浪費啊 為什麼覺得呢 為什麼要這麼浪費 對啊 好浪費喔 高山先生你在講什麼 他們講的 你自己沒有擺到哪裡去 你到底要講什麼 好 不是 我就是 我覺得用在你身上 我一會浪費的東西 就是防曬油 對啊 對啊 我就是覺得好麻煩 而且我覺得 他就說 你可以幫我擦嗎 我說可以 幫他擦完 他說好 然後我幫你擦 我說其實我不用 對 你真的不用 其實我不用啊 我說我們黑人 其實我們有一個一些 本來就有的東西 叫MELANIN在我們皮膚裡面 就是會讓我們變黑 所以你就是不用一直擦 哪一些東西 他說沒有 你這樣子會得到那個皮膚症 皮膚矮啊 超難顯 會有紫外線的 你會變成焦的 不會變成黑 你會變焦 現在差不多了吧 那他現在是什麼 他現在算 快焦 快焦 要擦是因為要保護你 讓你亮 我們在法國海灘啊 我們有很多店 很多餐廳可以去買冰淇淋啊 可以去逛街 所以我們去海邊啊 我們去一邊游泳 一邊去逛街 可是你知道夏天天氣很熱 而且皮膚上有一些沙子 對 沙子 所以你不想穿衣服吧 如果要去買冰淇淋 不要穿T恤 可是我前女朋友都說 不 你去那邊你要穿衣服 我說天氣那麼熱 這是要幹嘛 你可以說好啊 我穿上半身 下半身不要穿 哇 會更生氣了吧 太養眼了 所以我說不要 那我就去買冰淇淋 我買一個送給他 他就不要吃 很生氣說 為什麼 因為你去給別人吃冰淇淋 不是啦 我真的是會買給他 可是他說是故意給別人 其他女生 對 特別跟家文的意思說 你故意讓別人的女生 眼睛吃冰淇淋 他這樣子你身材那麼好 他就叫你穿衣服 不要給別人看 你又不穿衣服 你沒為什麼 女生可以穿冰淇淋去買冰淇淋 好 那發瓶 對 那要不然怎麼辦 我們不會穿比基尼吧 那你也穿比基尼去買冰淇淋 但是我跟你講 我們今天我們製作單位 來做一個統計啦 Oh my God 夏日約會糗到爆啦 夏天出門很容易出糗嘛對不對 到底有什麼樣 做噩夢也想不到的恐怖狀況 Oh 會有異味啊 悶熱的身上飄異味 好可怕喔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街訪的朋友怎麼說喔 一個人身上有異味 你就會 很不想靠近他 然後尤其男生夏天很流汗 味道很讓人不喜歡 夏天很熱啊 然後有流汗就很臭 然後心裡就會很差 然後有點尷尬 跟他出去的話 太熱的話 流汗就會有糊臭味 所以就自己聞了不舒服 那如果給別人聞到 一定也很不舒服 自己聞是應該已經習慣了 但是我真的有碰過夏天 然後可能跟人家出去吃飯 然後旁邊 對 就是有人有糊味 好恐怖喔 你如果手沒有夾緊 他只要一起來就好 好恐怖喔 有福利 有福利雪山來的 我跟你講男生 雪山來的 我覺得男生比較會有這樣的問題 是因為女生是基本上 我們會洗頭髮 會把頭髮弄得很香 然後沐浴乳就會擦什麼 身體乳液 把自己弄得香香的 但我覺得男生出汗 大部分他們出就是可能 都是那種大量型的流汗 一個不小心 你沒有馬上換掉 那個汗臭味就變成 有一點點像烏的那種霉的味道 發霉的味道 最可怕的是有時候我們在坐捷運 或者是去逛街的時候 那個人只要從你旁邊這樣 側身過去 你一過去你講說 他剛才是去跑百米嗎 怎麼身上可以有 這麼誇張的汗臭味 就感覺他的衣服都不洗的那種 後來我才問Ben 我就說為什麼相對之下 好像你沒有這樣的問題 他就說因為 我不知道是外國男生還是怎麼樣 他們比較重視的就是會噴一些 腋下防汗的 對 止汗劑 可是台灣男生可能會用香水 去蓋那個汗味 可是不能用香水蓋 蓋完之後會更慘 所以男生基本上他們如果 就是外國男生可能不噴香水 他們都會噴一些止汗劑 你剛剛一說用香水蓋那個汗味 所有的男生們全部搖頭 真的 可是 這個不行 真的 台灣男生真的都是用香水 去噴自己的身體 好像是蟑螂一樣 他就是一直噴自己 我發現我剛在台灣的時候 發現我去那種車上 賣那個香水蓋對不對 對 只有大概三個四個不同的 對 買不到 你有太多人用 對 很少 其實我現在每次回去美國 我帶一箱全部都是那個提香水 用量很大是不是 用量很大 但是你真的到 你真的到美國他們的那種 專門在就像去城市那種店 你一進去他就是一整面都 對 男女生用的都有 它就是止汗劑 對 就是專門止汗劑 它不會賣香水去蓋這個味道 我之前以前念書的時候 有碰過類似的這種情形 那時候念書 然後跟一個男生一樣在約會 然後我們想說就是去搭公車 然後呢我們就走一走 一開始就覺得奇怪有一股味道 可是又說不上來 就是從哪裡發出來 所以我也沒想太多 然後OK 公車來我們就上車 可是就是人很多 所以他就靠我很近 然後他說沒關係我保護你 然後他就是因為公車很多要掉 然後他就站後面 然後我就一看他印一下 有狐狸啊 他印一下臭就算了 而且有黃色的字 然後我就天啊 然後我立刻就是離他很遠 然後就背對他 因為我覺得實在太可怕了 然後後來他說怎麼這麼熱 他之後索性就把他的那個衣服脫掉 喔 對 他在幹嘛 在公車上他想幹嘛 沒有 就是後來 我們離開我們在路邊 然後夏天他覺得很熱 因為他裡面還有穿一個吊嘎吧 旱衫 所以他就把外面的T恤這樣脫掉 然後你就會看到一大片 這樣濕得黃黃的這樣子 然後重點是這還不是最可怕 最可怕的就是 為什麼 喔 炸出來 然後就 嗚嗚 嚇得到 但是男生如果沒有藝毛也很噁心 對 我覺得男生 我覺得男生藝毛應該要修 要修 不是要像動力火車一樣流查 請問下頭外的行男們 你們會修藝毛嗎 應該沒有吧 會修的請舉缺 不會的請舉擦 法比歐會修藝毛 要修 藝毛真的要修 我們可以看一下嗎 好完美喔 你可以這樣子嗎 當個文藝青年 還滿乾淨的耶 就是要像法比歐這樣子 來來來 我們看一下 這到底是什麼節目 就是要秀藝毛給人家看幾隻 沒有 我們要修 你是沒有修過對不對 沒有沒有 因為我們黑人跟白人不一樣 我可以看一下嗎 白人的頭髮都是這樣子直的 對 它比較卷 喔 你們是一整片耶 其實看不到耶 這馬真的看不太出來 其實真的看不太出來 可是我真心想問 觀眾真的想看嗎 我們想看吧 我們要看一下 來 凱傑 我怕觀眾不舒服 凱傑你抬起來看一下 我們有在修啊 那不要看一下 我們要看一下正常 你該不會想要可以編變 是吧 OK啊 這個算少 這個是他本來是標準 對 我覺得有些定義式 定義式就是你手合起來的時候 旁邊有炸出來 那就不行 或者是你穿背心 但是那個背心它卡在那個下緣處 對 毛會低在那邊修短 修短 修短 對 我喜歡好奇 小亮哥 你的長得怎麼樣 沒關係 我們不想知道 沒關係 你沒有一毛 我真的沒有一毛 你是一毛不拔 可以看一下嗎 天生就沒有 都沒有 可以看一下嗎 很好奇 為什麼 韓國人沒有一毛嗎 男生很少這樣子 現在韓國男生都這樣子嗎 只有我 是這樣 我們剛剛有講汗臭味跟糊臭味 還有一個大家很容易遇到是 對 夏天 頭號味 因為我有一次 跟我一個男生的朋友 就是我們感覺蠻好 我們去喝咖啡 然後我們坐在那個咖啡廳 邊邊角角的那個沙發區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很想吐 然後我就想說 我為什麼我很想吐 我想說 啊 會不會是我中暑了 夏天很容易中暑會想吐嘛 最後呢 在我們要結束了 我這個男生朋友就說 那你要工作啦 那不然我們來拍一下照 我們就要say goodbye這樣 然後因為他比較高嘛 我個子比較小 所以拍照的時候 比如說可可是我 他就蹲低湊在我旁邊 我們要這樣拍照 然後我大叫一聲 我說就是你 剛剛那個兩個小時的油耗味 原來來自於他的頭髮 這個很 他的頭上耶 然後我就 男生每天都會洗頭啊 對 可是這個 沒有 可是我跟你說 因為有很多男生是這樣 就男生比較會出油 然後他來找我之前 他是騎摩車來的 那很多男生戴了安全帽 會流汗嘛 悶在裡面 然後他又想說 因為他如果在家裡 就把頭髮都弄好了 你戴安全帽頭髮也會塌對不對 所以他就停好摩摩車 把安全帽拿下來之後 才開始saddle 比如說抹髮膠啊 然後噴什麼 哇 你知道你已經流汗了 然後又抹這些東西 真的很害怕 我想要請你站起來 走到法比歐的旁邊 法比歐有嗎 不是 因為他今天是戴安全帽來的 所以你走到他旁邊 你聞一下 真的假的 外國人真的比較不一樣 好嗎 也不用那麼靠近 也不用那麼靠近 快問 可以了 這邊差不多 怎麼可能啊 差不多 來 這樣過去過去一點 不是 我跟你 你走開 你走開 我先試一下 我跟你說比歐就是香的 比歐就是香的 那位三個孩子的媽 這邊先坐一下 我來聞一下 我也有個頭蠔味的故事 我也可以聞一下 也有 是不是 怎麼那麼香 換我 聽說光頭要聞一下 油蠔味 都沒頭髮 還有油蠔味 她都沒有頭髮 獨立 我們終於講到為什麼 為什麼妳頭髮會這麼亮的原因 就是油太多 而且獨立 沒有 妳的油蠔味是來自於鬍子吧 妳戳了 我每天都擦油 所以油太多 會 頭皮會很乾 沒有 我頭皮血蠻多的 V點是什麼 來 我們來看這個VCR 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夏天超熱 然後我就跟他說要吃什麼 他就說他要吃麻辣鍋 他說夏天就是要吃麻辣鍋才爽啊 然後結果我們去吃麻辣鍋 吃到有半空調價還壞掉 我整個吃到驟暑 我覺得超瞎 我們只要出去 他開車要不開冷氣 然後都叫我們吹自然風 我真的覺得很誇張 我朋友 他就是一個老頭子 然後他在車上他的冷氣壞掉了 然後他又不去修 那妳好 沒關係 妳開修復就算了 然後車子開得慢 又沒有冷氣可以吹 真的是 快熱了 死了 然後那個妝也花掉 什麼 全都是他腋下也都流汗了 真的是 想要省錢的話就不要交你朋友啊 不開冷氣 但我會死掉吧 我幫倒數第二位 您可能有中暑的跡象囉 他就冷氣耶 所以第五名是不開冷氣快中暑 剛剛那個真的放好開喔 對啊 太多了 你們街坊 你們街坊特別挑有躁鬱症的人 對 不開冷氣快中暑 我很了解這個狀況 因為不要看我這麼帥 對不對 我很怕熱的一個人 你是昨天知道夢多的口水嗎 沒有 沒有 我就是一個很怕熱的人 有一次我們要... 我住嘉義 那時候我住嘉義 我們要去台南玩 所以我們就騎摩托車去火車站 我們一到了車站 我已經開始流很多汗 因為你知道 嘉義其實是滿熱的一個地方 車沒有位置 火車沒有位置 這種遇到這個狀況是非常可怕的 我們就是坐河車 變成我們要坐在一台車 跟一台車的中間 對 然後那邊的空氣 好像是完全沒有冷氣的那一種感覺 而且有廢氣 很恐怖 對啊,超生氣 說我一直開門 你知道,你開門 然後讓裡面的空氣 冷氣出來 然後又一個小姐說 先生,你不要一直這樣子好不好 誰教你買不到票 然後想說 你要那麼生氣幹嘛 然後就一直開 然後後來我女朋友說 不要這樣子 後來我就是... 好,就站在那邊 頭越來越暈 然後開始昏倒 然後想說 算了,我就是要坐下 因為頭開始暈了 我怕我會暈倒,你知道嗎 臨暈倒不好處理喔 對,誰要帶我對不對 對 對,我那麼大的意思 然後就坐下來 然後她是覺得不舒服 然後就說 不行,女朋友就開始罵我 欸,這樣子很丟臉 你坐在那邊很丟臉 人家都在看我們 那我要怎麼辦 因為女朋友一直覺得 我在開玩笑 或是我太戲劇化的那一種人 但是,雖然我是 但是那時候我沒有 我真的是偷暈了 然後後來我們到了台南 然後我一到台南我就說 我們要先去飯店休息一下 然後就去飯店休息 這就是你的目的嗎 然後說,我跟女朋友說 算了,我就不想要再出去 太熱,我想要休息 三弟,真的不舒服 你的目標很明顯啊 對,就想要帶他開房間嗎 就想要在房間休息啊 那你就在嘉義的房間就好 幹嘛要開到台南的房間 還有位子還不錯 對啊 錯暈,錯暈還可以洗澡 沒有,有時候要換一個地方 是換一個比較清晰一點的 對,感覺對不對 我們來看下面一條是什麼 請看 早兩小時起來化妝 然後跟男朋友出去戶外之後 很熱,妝就溶掉了 這樣就早上起來 那兩個小時就很白費 還要戴安全帽啊 然後就很熱 然後臉上就會出油 妝如果融化的話,就是很醜啊 就是想找地方趕快躲起來 出去玩要一直補妝 然後如果到戶外的話 也是要一直補,很麻煩 是帶我去遊樂園 然後還要叫我玩大怒神 那已經流汗了 玩大怒神下眼線都往上飄了 我這樣往上飄了 都會很熱,會一直脫妝,很麻煩 可是又懶得補 可是又不能不補 因為脫妝的樣子很可怕 男朋友帶我去清淨農場 然後還叫我跟羊一起奔跑 然後妝還融化,很糗 他不一定已經融妝 可是你會一直覺得說 自己臉是糊糊的 就會想要一直去補妝,很麻煩 她說她臉會糊糊的 就是說對方看不清楚她 不是那種糊的嗎 這應該男生們都會很怕吧 像法國女生很喜歡曬黑 我以前有跟法國女朋友 她曬黑的時候 她的神奇比戀比較黑 但是她曬黑的時候 她的臉沒有那麼曬黑 所以她會出去的時候化妝很多 可是化妝夏天要流汗 結果她會在家裡用我的毛巾 因為我又比較在洗手間 我用這比較好看的毛巾 然後她會... 就是洗乾啊,她的臉 結果我的毛巾都是化妝 對,我知道這個... 她可能是用白色的毛巾 對啦,就是變得黃黃的一片 白色、咖啡色都是一樣 不要用毛巾 可是你們女生臉上有妝 洗完以後會真的這樣擦嗎 不會,我們就是親戚的啦 我們都花了 或者是用面子稍微長 但是你即便你只用鴨的 在毛巾上也是會... 也會... 對啊,也是會啊 不好戲耶 但是你以為這個已經很恐怖了嗎 沒有,我們來看第二名有多麼的恐怖 我本身很怕熱 如果冬天的話,就算出太陽味 我會覺得心情很差 然後就會很想要打她 然後跟她吵架 問她為什麼不帶我去保護公司就好了 就會造成我們很容易吵架的原因 男朋友想帶我出去 感覺就是想把我熱死 出去啊,只是為了要逛街而已 可是好像會遷入於男朋友 有一次就是因為天氣太熱 然後摩托車壞掉 結果男朋友就對我發脾氣 可是明明我也沒有做錯什麼事 心情很不好 如果這樣她還讓我去爬山啊 脾氣會變暴躁 男朋友啊就白目啊 然後很熱很熱的時候還帶我去爬山 我覺得很不爽 爬山 夏天爬山很恐怖吧 行男們,你們夏天會去爬山嗎 會的請舉圈,不會的請舉叉 爬山耶 關門是會爬山嗎 對,爬山 應該不會啊 不會啊 來,高山峰,妳第一個故事 就是帶妳的老婆,小孩去啊 我覺得很厲害啊 北山念海 不是,那個不能算爬山吧 她是去北海岸對不對 我們是去北海岸 東北角 東北角 找一些白雲哥拍片的場地 不是 我們現在會不會住在 不是,我們所居住的地方 又不是地球最高峰 如果是最高峰的話 不管去哪裡都是往下 往山下走 我們今天只是走一個上坡 那不算爬山好不好 可是高山峰不爬山 這樣很怪啊 沒有啊,我跟你們說 反正呢,剛剛那些VCR裡面的女生呢 就是亂講 真的只是亂講 天氣熱的時候 你只要帶她走出 沒有冷氣房的地方 他們都覺得對她們來說 是一種折磨 可是其中是 那個,她說她男朋友要把她熱死 好不好是真的啊 那個是個人因素啊 但是我想要問一下 是不是普遍台灣的女生 跟國外的女生比起來 台灣的女生真的只願意待在室內 對,但是這是台灣女生的一個 我不能做壞習慣 就是一個特別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國外女生 我們會覺得說 如果是你今天要去上坡 這個光街 那你化妝漂亮是正常的嘛 可是沒有人去海邊 在那邊滑濃妝耶 那這就要問韓國的江勳先生囉 為什麼 因為我曾經去過巴厘島 真的就是有韓國女生化全裝 穿了泳衣高到領子這邊 全身包起來 連手指頭都是 然後他就帶自己帶了一個 那個救生圈 然後躺在救生圈上面 你是不是看到小海女 小海女 要踩刻的才會穿這樣吧 小海女 江勳先生 韓國女生是不是都這樣 對,全部都是這樣 韓國是去那個 鞘師也是要化妝去 你看 對,丟垃圾也要化妝 丟垃圾也要化妝 他出去倒垃圾一定要化妝 因為他垃圾到晚回來 他怕管理員不幫他開門 不認得他 他還跟管理員說 你騙人 為什麼你突然那麼激動啊 我好好奇喔 不是被關在門外感覺不好 你一定被關過 你有沒有在夏天 約過台灣女生去爬山 然後被凶 不會,他會馬上說我不要去 接下來最恐怖的來囉 第一名耶 大家最害怕的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夏天就會穿比較少 哪裡變胖就馬上被看到 夏天的時候很多褲子都穿不下 因為變胖 然後就來不及減肥 都穿短裙什麼 然後腳就肉都包不住很糗 冬天剛過 然後變胖了 穿短褲都會溢出來 我朋友都會罵我 冬天的肥肉都還沒剪掉 然後夏天穿短袖之類 所以就是藏不住 被朋友看到都會冬仙西仙 去海邊的時候就穿比基尼 然後朋友看到就說 你怎麼那麼肥啊 對,變胖了大腿的肥肉 跟手臂肥肉都很明顯 所以真的超糗的 好,第一名最恐怖的就是 變胖長肉包不住 可是我覺得是台灣人的問題 蛤 我跟你講,台灣醫生 我看到很多台灣醫生很瘦 他還在說我很胖 我的醫生很肥 這個我說這是台灣的問題 思考的問題 真的,台灣大部分都很瘦 他們還在說他們胖 我不懂 哇,好滑味喔 真的呢 好會講 其實他們要在家裡 他說我們大部分都很瘦 我有一次去上了一個 也是表演性的節目 那就是有素人在表演 然後那女生就是坐那種高腳椅 但是是塑膠的那種高腳椅 你知道穿短裙或短褲 只要肉或是出汗比較多 它黏到的時候啊 它起來會啪啪啪的聲音耶 有 就是腿,大腿黏在那個椅子上嗎 不是靜電,不是這種椅子喔 它是塑膠面的 是肉黏在那個塑膠椅上面的聲音 接觸面積太大 開始要他準備好了的時候 他就先站起來 我就已經先聽到那個聲音了 可是接下來更慘的是 因為我們藝人都是坐在旁邊 那我坐在比較靠裡面 他一上去的時候 他走在舞台正中央 我想說糟糕了 因為他的裙子是白色的 但是呢,他的腿也算白 可是他的屁股整塊 到大腿這下側 就是坐太久了 他的肉已經壓到 然後跟... 妳這樣子講會嚇事人,你知道嗎 皮膚是紅的 衣服還是... 以為是親戚人手 沒有... 裙子都還是一樣是白的 是肉壓太久了 肉壓太久了 然後呢 他起來的時候 大家就已經發現到 那椅子上面濕濕的了 對,就已經濕濕了 因為出汗了 很多國外的女生們 她們去曬太陽 她們也沒有四塊肌 也沒有六塊肌 也是肉的 最誇張 最誇張是美國人 因為我在加勒比海長大 那邊有很多美國人 是 有... 不是說是不好的 我說是很好的想法 就是 她們很胖很胖的時候 她們還在穿比基尼 就是有自由 她們就是... 她們... 什麼時候 接受 介紹她們的身材 我覺得這樣是最好 本來就是要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是台灣男生的問題 對不對 對 我是有交過一個女朋友 然後 她就是很愛穿那種 肉肉的衣服嘛 那 問題是 也不是問題啦 可是 欲言又止的感覺 沒有... 就是因為跟我們在一起啊 然後我在一起 然後就開始多吃了 然後後來就是有一點 胖了 對,又有一點胖了嘛 然後夏天要到了 然後她又... 就想要穿這些肉肉的衣服嘛 可是每一次跟她一起出門 她那邊要換好幾次 因為衣服 然後就喘了 然後 我的手臂太粗了 腿太粗了 什麼的 然後我就說 我衣服太廢道什麼 然後就一直在那邊 然後開始發脾氣 因為要換很多 然後就什麼都不好看 然後發脾氣 然後發到我身上 然後一直說 這個就是 說不定是你愛的喔 因為我發現有時候 我衣服真的會變小 變小 那就是你變胖啦 不是我變胖 對啦,是衣服變小喔 可是那是你綁他洗衣服之後 那你防在紅衣機 然後衣服就縮小 喔 就不要瘋嗎 台灣基本上對女生比較不公平 因為女生都要瘦瘦的 然後一定要結實 可是台灣很奇怪 像某些人解完婚之後 就像吹氣球一樣啊 就是鬆 可是老婆都不能跟她說 你胖了或是幹嘛之類的 我不容許你這樣唸唸我 我是婚前就這樣 我覺得不會啦 像我就喜歡肉肉的男生 我是喜歡男生有肚子的 好瘦 嗨 對,差不多沒錯 因為我不是一個那麼瘦的女生 所以我不會喜歡一個很瘦的男生 所以我喜歡就是壯壯的 然後很有安全感 然後之前有一個男朋友 他也是肚子大大的這樣子 然後後來直到有一天 好像夏天了吧 然後他就是好像穿吊嘎 沒有,不是吊嘎 他上半身沒有穿 然後我再看到哇塞 我說你的胸部可以去買那個 內衣罩杯了 你喜歡的真的就是杜莉啊 有,我剛剛其實有發現 我沒有那麼大 所以你喜歡不是夢多,是杜莉 不是啦 就是我會... 就是因為一開始 你會覺得他肚子大大 所以壓根都不覺得他胸部很大 OK 然後他就剛好拖上他的上半身 然後看到,哇靠你的胸罩 就是可以去買胸罩了 而且我又跟他說那我可以就是摸摸看嗎 然後我一摸的感覺 完全就是女生胸部的觸感 去摸一下杜莉的試試看 其實我剛剛有在看其他那個 來,你試試看,你試試看 你可以去摸啊 好不好,還好 這到底什麼節目啊 為什麼 夏亮哥,現在到底是怎樣了 就是... 他胸部滿大的 有啊,還好... 你摸摸看... 你們兩個交往內衣可以互相穿耶 對啊 沒有,我們等一下試試 我們要互相摸好不好 我摸要 我摸你的 對...要公平要摸回去要摸 真的嗎 是女生的胸部耶 那我再給你一個福利紅糖 你去摸法比歐的 沒有 我沒有胸部 小可要瘋了 我要講一個臀部很... 很不結實的故事 好啦... 好啦,OK 沒有胸部的 他感覺沒有很喜歡耶 我覺得他反而比較跟杜莉比較投遠 對 我覺得他的觸感比較好摸 一個是肌肉,一個是胸部 他是硬的 對 他是軟的 你喜歡軟的 我喜歡軟的 你喜歡軟的 耶 在一起